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始终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内心始终在怀疑 带着疑惑 我们总是跟随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我父上帝 我们总是意识不到自己是罪人 我们真的是好可怜 求我父怜悯我们 求我父上帝怜悯我们 使我们做尊贵的人 使我们在这凌晨获得上帝的帮助 我父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家庭的问题 只有上帝能为我们解决 我们相信上帝使我们越来越好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赐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爱国者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后孙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真实的信徒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的话语是教导我们 上帝的话语赐福于我们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而我们为什么不悔改呢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信主都很长时间了 我来到教会都很长时间了 而 为什么始终意识不到 自己是罪人 自己总是在重复着 反反复复的犯罪呢 就比如说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每一天 会刷牙洗脸 那每天刷牙洗脸 上学的时候 我们会提问 哎呀 今天还要刷牙洗脸吗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做四季段悔改都二十年了 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 我们以为我们认罪悔改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听从 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顺从 听从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信心呀 那么 无论是大家 还是我 我们都要听从 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遵守上帝的话语 有些人来提问 平牧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要这么做吗 无论是大家 还是我 我们都要遵行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那不足的 不让我平牧师 跟大家讲 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是承认 我心里有罪 我的祖祖上上犯了罪 而我祖上犯的罪过 也落到我身上了 因罪恶 因我们犯罪 得罪上帝 与上帝 作对 成了仇敌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 那这正是四季段悔改呀 那就比如说 我不知道 您的丈夫是不是信主的 那么 您的丈夫 您的丈夫 每天上班之前 会问您说 哎 我今天还需要刷牙吗 像每一天早上 刷牙洗脸 是我们 不需要问 就理所当然 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 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就像我们呼吸一样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就像呼吸一样 我们不会问自己 哎 今天我还需要呼吸吗 基督 基督是我的磐石 基督 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就是我内心的磐石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 罪恶得到赦免 上帝告诉我们 唯独靠着基督 才能去天国 唯独靠基督 使我们遇见上帝 要承认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要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那么 很多人说 哎呀 非要做四季段悔改吗 这四季段悔改 要做几年呀 上帝是永恒的 我们追求的 这是永恒的 那永恒的永生 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因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这应许啊 我们来到主面前 并不是装模作样的呀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献出我的心灵 献礼拜 那大家知道 金子和铜 看似是一个颜色 那金子会沉重一些 那铜呢 铜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轻了 所以面积会相同的重量 铜的面积会很大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今天 我们如果犯罪了 那我犯的这罪恶呢 就会留给子行三四代 我们每个人都 警察一下自己 也回顾一下我的家人 我的亲戚朋友 一个人临终 一个人临去世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呀 我的亲戚朋友 我的家人曾经 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怎么 临终临去世的时候 付了很多的债务 那这样不好的 也会落到我们的家人身上 也会落到我的儿女身上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认罪悔改啊 我们不能把灾难咒诅 留到儿女身上 那基督的奥秘 是消除 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 我们依靠主耶稣 基督的时候 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脱离 这一切的灾难和咒诅啊 那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做这四季段 改需要做多长时间呀 我们每天呼吸 还会问 哎呀 我这呼吸还要需要 多长时间呀 这一辈子我都呼吸了 那从今天开始先休息吧 不再呼吸了 大家会这么想吗 不呼吸就会断命断气呀 我们曾经不明白的 在基督里 上帝使我们明白 马太福音十章一节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 使我们传福音 传耶稣基督啊 有些人说了 哎呀 我来到教会 做四季段回答 为什么总会出更多的问题了呢 那我来靠近主的时候 总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这分明是上帝在告诉我 正是因为眼前的困惑 这眼前的困惑 就是我祖宗所种下的罪果 也是我自己种下的罪果 告诉我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告诉我我需要悔改什么内容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呢 我们说我们 我内心洁净的时候 能领受祝福啊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年长年少啊 上帝要求的是 洁净的心啊 上帝是赐福于我的 但是在上帝看来 我不洁净 我很污秽 肮脏 那这时候上帝就会告诉我 哎这方面你是肮脏的 这方面你是污秽的 那上帝告诉我了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呀 比如说我犯了很大的错 我犯了很大的罪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 这问题出在哪 没有人告诉我 我错在哪里 那这时候我怎么能知道呢 就比如说我端了一个碗 这碗很脏 然后我说 哎妈妈帮我盛碗汤吧 妈妈一看这个碗那么脏 怎么能给这个孩子盛汤呢 那妈妈肯定说 哎这碗不干净了 咱们先洗一洗洗干净吧 这这才是真爱嘛 就比如说我们去找人办事情的时候 人家总说这不行 那既然说不行了 那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嘛 那不告诉我 光说不行 那这真的是很大的困惑 而上帝是最大的爱 上帝告诉我 我的问题出在哪 我们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上帝把很多的问题告诉我 提示给我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呢 所以面对问题 我们感恩感谢吧 无论面对什么的处境 我们都感恩感谢吧 上帝给我提示一些问题 为的是让我领受祝福啊 从中认识上帝的旨意啊 那么昨天有个信徒写信给我 我读了 那位信徒是美国的信徒 他得了博士学位 那么他说了 以前我们在别人面前 好像关系非常的和睦 但是内心两个人非常的痛苦纠结 而且一直要想着离婚 但是做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呢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呢 真的是好很多 好很多 而尽管这样 也并不是说根治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信徒就说得很实在 就比如说 我活了五十年了 五十年我一直洗脸刷牙了 那这洗脸刷牙 我还要继续做吗 这问题是不是很多鱼啊 刷牙洗脸是一回事啊 就比如说一个大学生 还在问一个小学生的问题的话 那这父母就觉得 哎呦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这快考大学的孩子了 怎么还在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呢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请查一下自己吧 提摩太后说二章二十节 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我们要洁净啊 我们要使内心洁净 我的身体也要洁净 提摩太后说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在大湖人家不但有金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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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喊阿们 这个瓦器是金子做的 银子做的 这不重要 所以我们 我们不要抱怨自己的出身问题 只要我洁净 只要 能洁净脱离悲见的事 离弃罪恶 这时候蒙上帝的使用 我们呼喊阿们 无论我过去犯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现在开始投靠主耶稣 向上帝认罪悔感 而且能够自洁脱离罪恶 这时候蒙上帝的使用的 我们一起告白 我是新人 我是新人 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崭新的新人了 所以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过去所困住 哎呀我怎么是这么倒霉的人呢 那是我曾经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现在是崭新的新人啊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我悔改了 我洗醉了 那么悔改了之后 洗醉了之后呢 还会有罪 我心里还会有罪恶 我内心还会故意不认识上帝 这方面我们要认识到 就比如说这房间再干净 再干净的房子 如果一年不清扫的话 还会落一尘灰呀 落一尘灰我们会抱怨吗 这种常识我们都有 长时间没有打扫卫生的话 肯定会落一尘灰的 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 我们就认罪悔改吧 持续地洗醉 认罪悔改吧 我们去跟一个自己最亲爱的人 去见面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的 因为我爱对方 我重视对方 就比如说 我的丈夫怎么突然开始喷香水了 那妻子就会怀疑这丈夫 是不是在搞外遇呢 那喷香水的时候很有意思 喷香水的时候 把这个香水都喷在自己的耳朵后边 为什么要喷在那个部位呢 那自己也闻不见呢 喷香水都是想让对方闻 总是想讨人的欢心 那无论是面对自己的丈夫 还是面对自己的妻子 看对方的行为 就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了 一个家庭里 女的是不是在搞外遇 男的是不是在搞外遇 这都挺明显的 那么我们每天认罪悔改 悔改我的罪 悔改我祖宗所犯的罪 那么我们内心有恶念 这恶念 恶念 而且紧接着还有淫乱 淫乱坚淫 那么我们身体里也有淫乱罪 我内心也有淫乱罪 我身体也有淫乱罪 所以我们要悔改这淫乱罪呀 就比如说 一个人这个发型突然有变化了 一个人的发型总是在变 总是在染发呀 改变发型呀 那这时候这个人就比较蹊跷了 那么我们认罪悔改 悔改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那夫妻之间经常怀疑对方 就有怀疑怀疑心病了 那夫妻之间为什么怀疑对方呢 不要责怪对方啊 无论对方什么样子 我能谦虚谦卑降低自己就可以了 而我们呢不谦虚不降低自己 反而辱骂对方 我们内心既恨既愁 内心带着仇恨来到主面前 喊主啊主啊有什么意义啊 很多人说主啊主啊 我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我认罪悔改了 那到底怎样才是认罪悔改呢 丈夫是属于我的吗 妻子是属于我的吗 罗马书十四章六节 这世上没有一样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内心有私欲的时候 就是已经在犯罪了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所以这基督的宝血 是要撒向我的心里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撒向我的良心 使我洁净啊 我们向上级认罪悔改 是悔改我的内心 我内心隐藏什么样的想法 我内心带着什么样的怨恨 记恨 这一切向上帝一一地坦白 承认自己的罪过吗 我们悔改 我们说是悔改 祷告认罪 并不是说别人呀 我们来承认的是自己的罪过 把我内心隐藏的那些邪恶 如实地向上帝坦白呀 而我们经常说是认罪悔改 内心在骂别人 辱骂别人 我的身子 我都不属于自己的 我仅仅是上帝使用的器具 我内心没有服侍上帝的话 我就是属魔鬼了呀 做了恶的道具呀 那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儿女问题不顺利的时候 大家内心不要惦记 哎呀我家孩子 这可该怎么办呀 这孩子去哪了 心里不要惦记这些 内心 只一心一意 投靠上帝 爱上帝 我内心 我内心 洁净的时候 离弃罪恶的时候 上帝 垂听我的祷告 上帝 帮助我 上帝 保护我的儿女啊 我内心 只一心一意 投靠上帝 抓靠上帝话语的时候 照着内心的信心 上帝 如实地给我成全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就比如说我们去澡堂子 洗澡 那搓澡是给自己身子搓澡 洗澡是洗自己的身子 不是把水洒在别人身上 给别人洗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醒悟过来吧 我们悔改的时候 我们投靠主的时候 有问题发生了 有坎坷了 感恩感谢吧 正是因眼前的坎坷 正是因眼前的问题 使我警醒 使我放低自己 降悲 能够投靠主 向上帝认就悔改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啊 我们福山第一教会的信徒们 内心不要再琢磨 哎呦 我这都第几个年头了 总是数着自己 都是第几个年头了 说明是在勉强自己啊 波子的普通 我平安牧师都怪我 真的 我没有好好传 我没有传队 导致大家 有很多的困惑和疑惑呀 我内心有担心忧愁的时候 赶紧承认 哎呀 我这并不是属于信心呀 我内心 获得信心 是平安喜乐的 信心是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内心只一心意投靠上帝的恩典 只一心意爱上帝 这时候 靠着信心向上帝求的 靠信心向上帝祷告的 上帝是垂听的 我们重新开始吧 这一定是能行的 我内心的担心忧愁 全卸下来 卸给主的时候 内心是轻松的 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我为什么会担心忧愁啊 因为我内心有私欲的时候 我内心有私欲的时候 我内心的贪婪 导致我担心忧愁啊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比如说 信主的人在毁谤别人 辱骂别人 那这比不信的人更坏的 我们辱骂别人 毁谤别人的话 这都是在犯罪啊 那比如说韩国的牧师呢 韩国的很多牧师 相互诋毁 相互毁谤 那诋毁的人 毁谤的人 不过三年 真的不过三年 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很凄惨的 那怎么总是 尽管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 自己犯罪了呢 为什么不醒悟呢 我们要懂得分辨呀 韩国为什么遇到经济危机了呢 我们信徒们 雅各说三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阿们 嫉妒纷争 爱搞纷争 爱争吵 爱吵架 这就是一切的罪过 在韩国 在韩国经常有什么样的声音 那牧师是假牧师 那是假的教会 那有些人就说 朴牧师 您说的最多了 您经常说 别人是假牧师 假的教会 那么不足的朋友 我朴牧师 是因圣经的话语 但是尽管这样 我朴牧师也会认罪悔改的 我又悔改 因为我朴牧师 虽然是以圣经的凭据 我以为我是以圣经的凭据讲 但是我也需要认罪悔改的 圣经你告诉我们 雅各说三章十六节 上帝告诉我们了 妒忌别人 嫉妒别人 抱怨 发怨言 毁谤别人的时候 那都是属于一切的罪过啊 那么这样实实在的 传圣经话语的时候 才是谦虚啊 那么有些人 并不是为了传圣经讲 在韩国呢 有太多的牧师 或者是教会呢 就无凭无据的诋毁 甚至是毁谤别人 是异端呀 我们为了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 听从上帝的话语 照着上帝的话语活呀 所以我们认为悔改吧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活 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在基督里生活啊 我们可要活过来呀 就比如说一个教会总在毁谤别人 诋毁别人 那么没过两三年的时间 这样的教会一定会分散 那如果一个人去了假的教会呢 这个人也会一起受遭殃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活 在基督里蒙上帝的保守 蒙上帝的保护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上帝的祝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我们的内心有罪恶 我们身体也有罪恶 而且二十四小时 不断地涌出这些罪过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认罪悔改 使我们能够洁净自己 离弃罪过 离弃罪恶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蒙上帝喜悦的 一个器具 我父上帝啊 我内心还在 妒忌谁呢 我内心还在毁谤谁 辱骂谁呢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警醒过来 使我醒悟过来 使我成为有福的人 使我们能够成为 遵行上帝话语的人 只一心一爱上帝 遵行上帝的话语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给身边的人带来意义处 我们相信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后孙 上帝使我的明天越来越好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